夫人推着婴儿车走上斑马线 没想到走没几步路 突然间左前方冲出一部货车 朝他们及时而来 夫人吓到赶快把推车 左转90度 惊险一瞬间差点没命 然后想说是怎样 他完全都没有减速 婴儿有没有吓到 有啊 吓到大哭 我们两个晚上都睡不好 货车驾驶差点撞上婴儿 虽然紧急停下车来 但驾驶只看了他们一眼 确认没事就离去 一句抱歉也没说 让夫人相当傻眼 事发在云林斗六保长路 与明德北路口 虽说货车可能有视线死角 没注意到夫人与婴儿车 但转弯通过路口 本来就该减速停让 警方现在也调出路口影像开罚 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 主行台币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发缓 上周台中才有一对母女过马路 也差点被一辆开错路的叫车倒撞 妈妈拉着两岁女儿拔腿狂奔 只差0.1秒差点成为轮下亡魂 行人地狱惊悚场面一幕幕 叫人看了真是胆战心惊 灭把冷汗 记者六万宾乘管 王世涵云林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